很多人都說這裡是像一個世外桃園 沒有人想過香港還可以有一個沒有污染 沒有其他機器聲的地方 四軌裡面的景色都很分離 以前一直以來這裡主要都是縱迷的 仍然有很豐富的水資源 水量和水質素都很好 土地都很適合 我們希望村民可以回來 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 我來二澳之前就是做物業管理 都是回社稅樓工 其實這裡的生活 無論是節奏或者是工作的方式 大家同事的相處和以前打工是很不同 其實真的入初而作日入儀式 大自然就是我們要聽天由命 但我覺得我們種田是聽天不由命 無論你多大風雨都好 我都會去想如何救回農作物 如何在不同的天氣之下去做好一點 每一個產品上都會看到有一個人名 其實裡面的辣椒是以澳種的 其實桐姐就是整件事的靈魂 它就是它的獨家配方 我們希望透過食物 令大家認識到有二澳這個地方 二澳這個套是超過80年歷史的屋 這屋也是一個二級靈屍文物 可以保存香港以前的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 我們可以對這個地方作出一個補助 我們可以對這個地方作出一個補助 我們可以對這個地方作出一個補助